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中层领导力》 约翰·麦克斯维尔博士 全球杰出的领导力问题解决专家 超级畅销书《领导力21法则》 作者,世界领导力导师排名No.1 他创立了全球影响力No.1的领导力培训机构 Enjoy! 通过这本书,我们将学习通过自我成长来发展 自己领导的公司 无论是在战场上,会议室里,教室里,还是法庭上 领导者们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把人和公司凝聚在一起 引导着他们沿着特定的道路前进 给他们勇气继续前进 但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一个领导者呢? 你又怎样才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呢? 领导力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 领导者运作方式的复杂程度不一 这个层次结构是一个领导者的阶梯 提升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学习自律 如何优先处理任务 如何为每个行动注入政治和远见 简而言之,一个领导者知道他的个人成长 对公司的重要性 如果努力做好自我成长 你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者 通过以下内容你将明白 为什么愿意改变对成功至关重要 亨利福特是怎样差点失败的 以及为什么行动胜于空谈 本书告诉我们 领导力总是关于影响他人 但它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从足球教练到企业高管 再到全职母亲 众所周知 领导力是拥有权势的人士的一种基本素质 但它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领导力就是影响力 这是一种激励他人追随你的能力 换句话说 抛开道德上的考虑 任何能够吸引一众追随者的人 都是合格的领导者 话虽如此 也应该注意到领导阶层的存在 确切地说 有五个不同的层次 职位 许可 产出 人员发展和人格魅力 首先 职位 这是最低层次的领导 只为关乎你是否有成为领导者的权利 换句话说 工作上的领导 成为领导者 不过是因为他们的头衔 第二个层次 许可 这是关于人际关系的 有了这样的领导力 人们就会追随你 因为你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愿望 倾听并重视他人的意见 如果你忽视了别人的需求 这种类型的领导将不会持续很久 人们很快就会失去兴趣 不再追随你 第三个层次 产出 当来自第二层次许可关系 开始产生结果时 就来到了第三层次 在这个层次上 领导力是你和团队成功的结果 人们钦佩这些结果 因此很乐意追随你 接下来 如果你达到了第四个层次 人员发展 人们会因重视你的指导而追随你 在这个层次上 领导者会注意提高其他人的技能 其他人则会以绝对的忠诚来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追随你是因为他们心存感激 领导力的最后一个层次是人格魅力 只有那些毕生致力于影响他人的领导者 才能实现 在这个层次上 是否值得被尊重 也是激励别人追随你的原因 你目前的领导力处于哪个层次呢 不管是哪个层次 接下来的你都将会学会 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你首先要知道 领导力就是在多个层面上设定优先级 如果你想要提高你的领导能力 那你最好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有了明确的优先级 你就能决定什么是最重要的 你应该关注谁 这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好的领导者会优先考虑多个层面 首先 你必须区分不同项目和任务的优先级 其中一些是重要的 另一些是紧急的 还有一些是两者兼而有之的 重要紧急的事情需要优先处理 例如写一份销售数字的报告 可能很重要 但不是那么紧急 这样的任务应该是团队的日常工作的 但也需要认真谨慎 不能匆忙完成 还有一些项目和任务并不重要 但很紧急 查阅电子邮件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你应该尽快完成这类工作 这样你才能够继续做重要的事情 最后 还有一些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工作 比如整理文件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也许一周一次也就够了 将工作和事情分类是很关键的 如果不设定正确的优先级 你一定会把公司引向错误的方向 任务和项目只是一个层面 你还需要能够优先考虑 投入任何特定项目 或者任务中的精力 金钱 时间 以及员工 此时 你应该利用二八定律 也就是说 把你80%的资源 比如金钱和精力 划在优先考虑的20%的事情上 同样 你应该将80%的时间 奉献给20%最具生产力的员工 因为他们为你的公司 成功地奉献了80%的功劳 接下来的每一个优先级 也就是剩下的80% 都应该委派出去 当然 新员工应该由公司前20%的员工来培训 简单地说 优先考虑最好的人员 任务和项目 投资他们会获得最大的成功 领导者会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 并用行动来支持自己的言论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如何设定工作的轻重缓急 是时候谈谈另一个核心的领导理念了 那就是诚信 诚信就是坚持一套正确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是你的指南针 指引着你所做的一切 政治的人会根据他们的本质形式 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 89%的学习是视觉性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领导的人 听说你很关注客户 然后看到你确实经常对客户 给予特别关注 他们慢慢也会这样做 保持这样的一致性将增强领导的可信度 因为人们会知道你是谁 他们可以从你身上期待什么 这反过来会产生信任 这对成功至关重要 你会听从你不信任的人的建议吗 假设你在军队里 如果你的指挥官是个不靠谱的骗子 你会跟随他出生入死吗 显然信任对于领导力只关重要 诚信可以帮助你建立领导力 诚信也是建立长久生育的基础 想想第一次见到你崇拜的人 是什么感觉 很多人会感到失望 因为被崇拜的那个人 并不像你在远处看到的那样 也许他表面上是在做明确的决定 但实际上只是在随波逐流 接下来你要知道 领导者必须拥抱变化 并支持他们的追随者 你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但怎样才能确定呢 一种方法是评估你的工作 有多大的益处 这个标准非常的重要 创造积极的改变是领导力第三个原则 领导者需要随机应变 否则他们会对整个公司产生负面影响 领导者必须有适应能力 例如当亨利福特创造了福特提行车时 他非常迷恋这辆车 以至于他拒绝改变任何一个细节 他相信这个车型是完美的 正因如此 他甚至解雇了生产总监威廉·克努森 仅仅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设计方案 福特或许是制造业的天才 但如此顽固的抵制变革 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记住 世界发展 日新月异 竞争异常激烈 为了在这种环境下取得成功 你必须学会 接受重大转变发生的可能性 如果你不能改变 你的公司也无法改变 在福特的例子中 更新T型车是很有必要的 不管福特怎么看待这辆车 它都是过时的 同用汽车已经开始开发 更多的现代汽车 而T型车将不得不与之竞争 虽然福特一直不情愿 但他最终还是更新了T型车 发布了A型车 并保持了自己在汽车行业的强势地位 作为一个领导者 你必须做的不是紧紧的拥抱改变 你还要认识到变化可能给员工 带来的心理挑战 改变要求员工走出舒适区 面对全新的环境 这必然会导致压力和不安全感 因此为了帮助员工轻松地完成这个过程 你应该尽你所能 确保他们提前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以及你们的目标 让员工了解情况 你就给了他们机会来掌握变化 这将减少他们的负面影响 接下来本书还告诉我们 自律对领导他人至关重要 但不能操之过急 你对自豪感到自律吗 你能在无人鼓励你的情况下 独立完成所有你想做的事情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你最好学习如何自律 因为自律是所有领导者的关键品质 如果连自己都无法领导 怎么领导别人呢 换句话说 作为一个领导者 你的成长 对公司的成长 至关重要 也就是说 成长需要努力 这也是许多人最大的敌人 他们缺乏自律 因此无法成为领导者 从今天开始 制定一个包含日常事务的 小而坚定的计划 慢慢开始是很重要的 因为建立自律需要时间 没有人可以一蹴而就 以印第安纳大学的篮球队为例 1976年 他们赢得了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冠军 胜利后 他们的教练 接受了60分钟的采访 教练说 球队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自律 以及队员不断提高的意愿 写下 你想要变得更加自律的五个方面 并进行排名 找一个自律的人监督你的进展 接下来 每天早上花15分钟专注于此 每天中午和晚上各花费5分钟来反思 如果每天坚持 重复60天 你就能建立自律的好习惯 你可以把它从你的清单上划掉 然后继续下一个优先事项 当你在一个新的领域建立了自律后 一定得庆祝一下 最好是和帮助你完成这个过程的人一起庆祝 最后 本书告诉我们 优秀的领导者一定要有深刻的洞察力 你认为自己是个有远见的人吗 要成为一个领导者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目标 此外 你还知道如何说服他人追随你的愿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愿景是一个关于公司 尤其是你的团队 应该做什么的清晰概念 愿景是你日常工作的动力 你知道吗 贝多芬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是失聪的 他在这期间仍然写出了很多著名作品 或许你也不知道 美国风景绘画家和版画家霍默是个盲人 著名企业家洛克菲勒刚开始工作时 每周只能征6美元 尽管如此 所有这些伟大的人成就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因为他们坚信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换句话说 他们有目标并以此为动力 相反 如果你没有目标 就很难去引导别人 如果没有目标和远见所带来的动力 毅力和团队精神 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缺乏远见和目标 你能做什么呢 试着想想你内心深处的感受 你的梦想是什么 是什么让你日复一日的努力 就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提出这些问题 记住 只有当你看到想要去的地方 你才能到达那里 但还要记住 仅有愿景 并不能造就一个领导者 你还需要经验 经验是我们的理想 有别于天真的理想主义 如果缺乏经验 你可能会期望人们盲目地追随你的愿景 从不提问 但如果你有着丰富的领导经验 你就会知道 人们不会随随便便地追随某个人提出的愿景 人们只会追随领导者 一旦你的领导力吸引了追随者 你就很容易让他们分享你的愿景 最后 总结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领导力 不是指专横和命令别人 相反 好的领导力 会树立强有力的榜样 努力工作来提高自己 他们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 对变化 持开放态度 并坚定地追随 他们从内心深处 唤起的愿景 可行性的建议 一个好的领导者会倾听他的团队 下次 当你的团队成员带着问题 或者忧虑来找你的时候 记得要认真倾听 你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话语的字面意思 还要注意他们的语调和肢体语言 如果团队成员的想法与你的不符 不要生气 或打断他们 以这种方式倾听 你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好了 这本《中层领导力》 我们今天就一起读到这里